这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上一次我们请王川大夫跟大家谈养生的课程 养生也是跟感应之理完全相应 我们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而且让家人放心 身体法复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笑之死也 让父母安心,让家人安心 所以这个健康的课题 我们还是要多花一些时间来深入 进而来例行 好,那我们现在再有请王川大夫 因为他课程今天可以圆满 我们有请 谢谢法师 尊敬的黄老师 尊敬的诸位老师 各位教育界的前辈 各位学长,大家好 蒙法师辞命 王川继续来为大家报告 我们这个专题的后半部分 那么我们这个专题呢 主要是围绕着中医身心护卫影响 这个主题开展 我们知道医学也是博大精深的 我们的饮食 关乎我们的健康 我们会不会穿衣服 也关乎健康 像最近呢 很多城市高温 那我们难免会吹空调啊 吹风扇呢 我们自己内心有一个感受 怎么样的温度 自己舒服 实际我们的身体承受度 是另一个状况 最近看到了很多学长中暑 生病 其实都是啊 自己的感受 跟身体的需要 产生了落差 还没有发现 这不小心呢 就容易中暑或者感冒 睡眠乃至我们的 所有的劳作动作 我们说人活着 休息 不是目的 休息是一个暂停 像我们的手机要充电 它要发挥作用啊 我们人活着一定会动 或者是心动 或者是生动 或者是身心剧动 那怎么才叫不妄动 古人也有一个标准和认知 像这些范围 这些领域 都会影响着我们的健康 但是啊 他们都有一个总的核心 就是我们这次报告的主题 我们的思想观念 我们的情绪 对健康的一个影响 那么今天下午啊 跟一些同学们 他们大概是九岁十岁啊 到二十多岁这个年龄层 不等的 一些同学们 交流交流传统的音乐 自己呢 也是之前的上课 会感觉 越讲越有感觉 为什么呢 相信诸位老师啊 比王川的经验丰富 那台下 跟你产生共鸣互动的时候 有的时候 自己会越来 越有灵感 那么 法师也教导我们 不要执着啊 不要有预设 结果今天呢 在期待着这种 灵感的碰撞啊 结果在撞击中啊 逐渐消失了 台下呢 睡觉的 走神的 就发现呢 这些孩子 集中注意力 只有十几分钟 所以本来预定 多讲一点的课程啊 因为一些理很深 一讲啊 这些孩子们就 好像不能集中注意力 去思考 他只能对你讲直观的 感性的 或者你的一些 讲的故事 给他一些 带来一些刺激 他还能集中注意力 或者你跟他产生一些互动 还能有注意力 当我们要把一个理 剖析 要让他去 靠自己的思维 去把这个理跟事 做一个简单的结合 同学们就会 明显的走神 然后这个 跟我们台上的连线 我感觉好像有一张网 被一个剪刀 啪 就剪断了 然后我就失去了 和他们的连接了 就开始 转圈圈 没信号了 然后我也有一点慌张 这个时候啊 也尝试着调整这个方向 可是还是效果有限 所以我就跟主办方说 我说我感觉愧对 你们的信任和委托 自己能力 财性有限 主办方也安慰自己 说你的课 台下的反应 已经是目前 比较理想的 那不知道 他们是安慰自己 还是真实的一个情况 但是 法师有提醒到一个点 自己也有请教法师 法师是说 这些孩子也受到了手机的影响 自己静心意思维 也十分有道理 我们不能只是在失败中沮丧 我们总要知道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 我自己的观察 这些孩子的领悟力 好像被什么给障蔽住了 我就跟这些同学们说 我说同学们 我给很多年龄层的人 讲过这些道理 我说你们觉得 哪个年龄层的吸收度最好 他们还蛮灵光的 他们说中老年人 我说那你们吸收的怎么样 他们说不太好 我说为什么 同学们说 他们的兴趣不在这里 我就问 那你们的兴趣在哪里 同学们说 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兴趣 所以我在猜想 他们已经习惯了 被各种信息灌束 习惯了被各种声音 视频刺激 当你需要他去想象 他去思考 他去跟着我们的脚步 自己从古人的智慧中 去体会到一些 美妙的教诲的时候 他们就跟不上 就好像 这个婴儿 我们一直都是把饭 嚼碎了给他喂 一直都是用刺激性的食物 来刺激他的胃 突然有一天 你拿了一碟 这个原汁原味的食物 说你自己吃一吃 他没有办法消化 没有办法吸收 所以这个手机 对我们的影响 会直接影响 青少年 对文化 对这种祖先 几千年智慧的传承 也让自己看了 深感惋惜 所以我们上节课 也跟大家讲了 美国一个著名的案例 Break的案例 它也代表着 现在很多年轻人的 一种生活方式 在这种刺激中 产生各种悔恨 但是又敌不过现实的无聊 又去追寻新的刺激 在这个过程中 逐渐失去了跟亲人的联系 逐渐失去了对人生的向往和兴趣 所以这一点也让我们要引发一些重视 如果我们再不好好的 保护青少年 那可能啊 他们的未来比我们更危险 他们要面对的世界 充满着更多的挑战 所以我们看第六页的讲义中 第六页 我们说了 现在很多的游戏 还有这些手机的内容 也是被精心设计过 也结合了很多心理学上的研究结果 我们看 让孩子上瘾呢 第一步是要触发 就是先要刺激他 让他感受到一种 很过瘾 很有兴趣的感觉 然后第二步呢 持续地吸引他的注意力 那么这些相关的设计 游戏的设计 就在参与者想要放弃的时候 会抛出一些讯息 刺激我们 给我们一些好处 给我们刷一些游戏中的虚拟的物品 刺激我们继续来深入 然后呢 甚至还推出一些 不定期的抽奖啊 不定时的礼品发放啊 让人呢 为了这些奖品 而继续地沉迷在其中 第三个呢 缩短用户获得刺激的时间 那么我们 上节课也谈到了啊 他通过刺激我们的大脑 分泌多巴胺呢 让人产生一种 愉快的感受 可是我们大脑产生多巴胺 这个刺激 要越来越频繁 人们的感受才能持续 你如果越来越不频繁 那是往戒除的方向在努力的 所以刺激 要越来越加强 所以游戏中设计的这些内容 也是会越来频率越高 第四个呢 是利用心理学上一个著名的实验 叫斯金纳湘实验 他发现呢 一种可变奖励 很容易让人对某种东西上瘾 什么叫可变奖励 你不一定什么时候得到什么好处 他充满着随机性 时间不确定 奖励的内容也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还有可能我们期待了很久啊 得到的是小小的奖励 也有可能啊 我们无意中短暂的等待 迎来的是一个巨大的 超乎预期的奖励 那利用这种可变的奖励 让人沉迷到其中 最后一步 引入社交机制 还有工会制度 就是把我们社会上 社交的系统引入 有的时候我们 自己的孩子学生 本来想退出啊 可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呢 他的同学朋友 都会为了某一个任务上线 他有的时候 为了不被同学孤立啊 也就不得不去参与 所以前两天呢 我们也遇到了真实的这样一个案例 一位学长 他说他孩子啊 本来想参加 传统文化的一个活动 后来跟妈妈说 我不参加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朋友约好了 要在某一个时间段呢 完成游戏中的一个任务 他说我不能啊 失信于朋友 我们乍一听 是不是觉得这个孩子 讲的还颇有道理 除非老师 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引导他 所以我就想起了 以前我们法师讲的 我们的信呢 要和义结合在一起 所谓的信义 如果我们的信呢 不能跟义结合在一起 不能跟正确的事情 跟对朋友有利的结合在一起 我们这个信呢 有可能会害了朋友 也害了自己 所以我们怎么把 守信要跟义 信义结合 这个道理 给我们的 有缘的这些同学 孩子 把这个道理讲清楚 这个对他们 这个年龄段 正好在青春期 不愿意失信于朋友 那这个时候 法师就教他了 说教他的母亲说 你可以引导孩子 如果他跟他的朋友介绍 我来学传统文化 表面看 我实信于你们 实际上 我是为了提升自己 人生的智慧 是为了更好的经营人生 很有可能 能把这种信义 变成互念朋友 接触传统文化的 一个宝贵的机缘 所以这些游戏上瘾的步骤 也在影响着我们的孩子 那我们做父母 做老师的 也要知道 有的时候 我们也要去理解 他们面对的挑战 所以 刚刚下午的时候 有看到 我们红衣法师 曾经给大家介绍 音乐的一篇小文章 自己遭遇了一点点滑铁炉 要赶紧向古人学习 看该怎么样 给有缘人介绍 才能讲清楚 就参考了红衣法师的文章 我就发现一个规律 红衣法师是艺术上 有极高成就和才华的 一位真正的大师 那红衣法师在论述音乐的时候 先通过种种自然景物的描述 引发人的想象 没有直接讲理 给我们讲的 给我们讲了澎湃的水声 呼啸的风声 这个花儿 绽放 迎风飘摆 飘落到我们身上的那种感受 这个鸟儿提叫 燕子回朝 这种自然的情形 自然的感受 列举了很长的一大段 让人先把从小到大 在自然中感悟到的这些感受 拉回到我们对音乐的一种认知中 然后再去讨论音乐的一个道理 可是我看了以后 在想 我们现在的孩子 到底有没有接触到这些景物 是不是 因为我今天下午 也曾经试图用这些 引发一下同学们 结果发现 同学们一脸的茫然看着我 我以前曾经问过 有一群孩子 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问他们 我也是想用自然的声音比拟 我说你们有没有 父母 家人陪伴 你们一起去野外交游的经历 然后竟然有很多孩子说 没有 然后我就现场问决调查 请问从来没有去 山林中 自然中 放松过 体验过的同学 请举手 有好几位同学举起手 当时也让我非常的震惊 这些孩子好可怜 他从来没有接触过自然 感受不到 天赖之声 感受不到 我们跟天地 本为一体的这种本来的样貌 我们中医学建立在哪个学书上 建立在天地人三为一体的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下 天地的变化 天地的变化 时刻在影响着我们 焦洁了 现在过了大暑 再往秋分走了 那么走到第几步 天地的气是怎么变化的 影响着我们的疾病 温度的升高降低 影响着我们阳气的生浅跟沉降 风的状态 古人甚至有沾风 根据风的状态 方向 持续的时间 都能够预测出人事的问题来 风的状态 影响着我们容易爆发疾病 还是容易风调雨顺 这自然中的每一个细小的变化 对我们人类来说 都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可是我们 本来就跟自然亲密无间的 竟然都感觉不到 所以 去年好像有一段时间 地震频发 我看到就有人在网上说 说你看地震一来了 这个猫啊狗啊 鱼啊鸟啊 连昆虫啊老鼠啊小蚂蚁都知道 说只有一种动物 它不知道 它要等着手机来发出这个讯号 说这种动物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答案 就是我们人类 所以我认为万物之灵 这个网友接着问 到底灵在哪里 怎么这些小动物都知道 就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也值得我们去深思 我们太久的 跟自然失去了密切的联系 我们发明了电灯 我们就可以突破日光月光 对我们的影响 难道我们因为电灯的发明 能割裂了人体的阳气 跟太阳的感应吗 我们可以想什么时候睡觉 就什么时候睡觉 就真的能够不受伤害吗 实际上我们深入中医学 这些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永远割裂不了 我们跟太阳跟月亮的联系 我举一个大家都很能理解的例子 就是导时差 如果你真不受日月的影响 导时差这个现象不会存在 为什么 你用人光 人造的灯光模拟一下 哪里需要导时差 为什么我们经历了几个时区的跨越 我们就会出现身体的不适呢 是因为我们人体跟天地的讯号 产生了错位感 我们人可以在飞机的存在下 一日一夜飞到地球的另一端 飞到美国去 飞到哪里去 可是我们的身体可没有办法 在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之后 迅速的切换成 跟当地日月的紧密联系 那这个切换的时间因人而异 我们体质好一些 切换的时间就短 我们适应的时间就短 我们身体弱一点 我们适应的时间就会长 需要适应 导时差的时间也变得长了 你说天地不再影响着我们 这种感应哪里不存在 我们割裂不了 所以我请教了王有金老师 我说您的孩子为什么能够不太受手机的影响 王老师就很注重开教 给孩子听音乐 注重领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 每天一家人都会去爬山 每天也都会去运动 也会领着孩子们去观察自然中的植物 自然中的动物 那过去到家培养学生就是这么教的 让你观察 你想学望诊呢 我曾经看过 有人这样讲 中医最高的境界就是望诊 看看这个人的脸色 便知道他有没有病 那过去人怎么培养学生望诊呢 我曾经亲自遇过一位中医师 他说他的太太就是个望诊高手 他说他没有学中医之前呢 能够区别那种画家级别的色块的差别 那种很细微的 我看起来都是红色的 他能够区别出褶红啊 珠红啊 他能分得很细 他也很佩服他太太 他说你怎么学会 他太太说我从小在山里放羊 闲来没事 躺在草坪上就看天上的蓝天 他在广东啊 这个气候变化很快 有的时候就会下雨 他就每天这样观察观察 他慢慢就发现了规律 然后就知道天气怎样一变化 可能过几个小时就会大概的下雨 所以他后来太太就会准备好雨伞 所以他先生跟我说 我记得是09年遇到他先生 2009年 他先生跟我说 他说我出门不看天气预报 我问我太太 他一看天呢 告诉我打不打伞呢 准确率高达99%以上 从未使过手 说天气预报都没有我太太厉害的 他就是观察这个颜色的细微的变化 那后来他太太学了中医了 就能够根据人脸上细微的颜色的变化 眼神的变化 判断出一个人的状况 所以这些从哪里学的 天地交的 所以我们昨天分享养生的课程 我也问了大家一个问题 我说我们大家都了解 我们中国的文字 承载着我们祖先的文化 谁造字啊 大家都说苍结造字 苍结是什么时候人呢 皇帝时候的人 我说皇帝之前 有没有文字 没有成系统的文字 那皇帝之前 有没有文化 有没有文明呢 当然有了 我们中国历史说 福西做八卦 福西做秦色 神农长百草 神农交民驾色 交给百姓种植五谷 开启了我们中华民族 农耕的时代 开启了我们中华民族 自己自足 自强不息的 一种民族特征 我们不需要像欧美人一样 去跟着资源走 甚至去掠夺争抢 我们可以自己自足 我们可以完成自循环 我说那之前的文明 这些圣人读了什么经 他们怎么发现 大家就愣住 我说《易经》就告诉我们了 福西养观俯察 圆取诸物 尽取诸神 抬头看看天 天上的星星 在说法 天上的日月 云泥 风与雷电 在说法 低头看看大地 地上的植物 河流 山川 在说法 我说这个学问 不光讲了很多法 还很深呢 我曾经看过 宋代人写的《行软学》 专门探讨 山的形状的变化 就能够 分辨出山和山的不同 古人呢 说这个山的形状 我们画都是这样的 古人说 这个山有死的 有活的 这个活的脉 是在走的 你根据这个 能找到风水上的龙脉 它还有指住的 有的时候停在哪 结在哪 古人就通过这种 细微的变化 就能够发现 这里边的奥妙 这里边的智慧 我说 这难道不是 我们要读的经典吗 不是要交给孩子们的 重要的人生内容 圆取诸物 观察植物 里面有没有法 为什么这个植物 它到了春天蒙发 到了秋天结果 为什么有的植物 到了某个节气 会突然变化 观察动物 为什么有的动物 有这样的运动规律 我记得前观察动物 我们中医界 经常举的一个例子 非洲有一个动物 叫做跳 好像叫做跳羚羊吧 它一到了春天 它就会跑着跑着 跳起来 然后会跳得很高 飞一会儿再落地 所以科学家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其他的季节 它都不会跳 它是正常的走 或者跑 一到了春天 它就会跳 这是很奇怪 怎么其他的季节 它不跳呢 为什么 因为春天 有生发之气 它感受到了 万物的生发之气 它顺着这个气 它就有跳跃 欢腾之下 所以我们中国人 就观察到了 那春天该怎么养生呢 就不要抑制天地 这种欢腾雀跃的样貌 所以古人素发 古人留发 到了春天呢 头发都不要束缚起来 早上都把它劈开 叫劈发缓形 什么叫缓形 不要穿紧身衣 让这个衣着宽松 别约束我们的身体 让他感受到自然的生发之气 他的气血就能够恢复 那么人呢 人的零到二十岁 是人生的春天 所以我们叫小朋友 你不能约束太过 基本上要鼓励 他这种生发之气 也是在顺应天地的道理 那这些道理 大自然不都跟我们讲了 进取诸身 这个跟我们健康养生 有很大关系 我们为什么感冒 我们为什么不舒服 我们到底受了 哪些因素影响 难道我们都要依赖医生 依赖那些仪器的检测 我们自己不能够去观察到 那些原因吗 所以啊 我们怎么引导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学生 恢复这种对自然 对万事万物的感知力 这难道不是教育一个 很重要的内容吗 哪里只有读什么书啊 学什么技能啊 要考多少分呢 哪里只有这些呢 所以我们看 中国有人也在分析 分析刘邦 有人说这个刘邦啊 没有文化 这个论军事不如韩信 论谋略也不如张良 搞经济也不如这个销和 他为什么能当王 开创一个时代呢 有人说刘邦不读书 可是他虽然不读书 他却在学习 他却善于观察 他却善于体会人心 这难道不也是学习 不是说一定要读多少书 要考多少分数 那么讲到这里了 我们就会面对一个问题 那人活着就会产生气情 李斌老说了 人有气情啊 闷在里面不发就生病 一定要发 那发在外面好不好啊 我今天下午也问同学了 我说你们发出来好不好啊 我说我听说啊 有一个同学 看某个同学不顺眼 结果他生了怒 结果他没有忍住发出来了 大家猜猜发生了什么 这两个同学就发生了一些冲突 我说发出来肯定不好 那不发出来难道就解决了吗 不发出来我们内脏受伤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古人非常有智慧 古人呢 用音乐来引导我们的气情 让他在没有形成强烈情感的时候 得到释放 所以这是音乐最重要的目标 从内心 乐从内入 理自外作 理是从外面约束我们的行为 不要让我们失控 那礼约束 我们说了 同学不能打架 对人要攻击 那是从外面约束 那乐呢 是从内心进行疏导 所以我们说了 我们情绪的释放 音乐是最重要的一个教学的内容 所以陆福廷先生论小学就讲了 古人十三岁就学乐 就吟诵诗歌 摇头晃脑 所以古人吟经文呢 也不是读白文的 大学之道也可以吟诵 这个诗歌当然可以吟诵 所以诗为什么要合律 因为为了合乐律 可以演唱 所以音乐吟诵 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在 七情 还没有酝酿成 比较大的情绪的时候 进行一个释放 所以这里雪宫也说了 礼乐的大宗旨 无非就是让天下人安定和平 那为什么人不平呢 因为有七情 那所以呢 我们只需要把七情疏解掉 人心就回到了本来的平和的状态 所以一个没有七情的状态 一个七情可控的人的状态是什么 乐际讲的 人生而静 天之性也 我们的天性就是安静的 一个可控的精神面貌是安静的 这个静是一种浅层次的状态 静到了极深的状态呢 就进入了一种 叫喜怒哀乐 发而皆重结 为之和 它完全在一个可控范围 就进入了和的状态 那么我们的心是和的 是平的 平的状态 没有七情 人也没有好恶 没有好恶 就没有我喜欢 我不喜欢 人心就是平的 那么和平其心呢 古人告诉我们 则优乐不能入 我们的内心呢 就更有免疫力了 更不容易被外界的这种环境干扰 我们的心就越来越安定 那慢慢这种功夫积累的深了 我们慢慢有可能就契入到喜怒哀乐之未 发胃之中的境界 那我们就进入圣贤的境界 所以整个周庸 讲的这些道理 我们都可以借用音乐的手段 去帮助人心实现 所以如何使心情综合 情绪发动的时候 要用声音调和 所以我们讲了 好的音乐 是让我们喜怒哀乐 发而止 所以呢 我们内心有怨了 有长门怨 你谈完了 怨没了 心平和 不是听完了 内心中啊 本来还没有怨 听完了 哎呀 我好冤啊 我好不 不公平啊 那这样啊 就是把我们的情绪调动了 所以音乐有好和不好两种 不好的音乐 标准是什么 是刺激我们的情感 好的音乐 是平缓 疏解我们的情感 所以古人说了 以古琴为例 那么 虽然你有怨 虽然里面有怒 而不失于忠厚 我们看怒是什么 怒是离骚啊 齐元面对国家 政策偏施 国君不受箭 做这个离骚来劝诫君王 他做离骚 是不是来抱怨君王 发泄私愤呢 像今天的词叫吐槽 是不是在吐槽呢 不是 还是一颗 劝诫的心 所以虽怨已怒 而不失于忠厚 仍然有忠厚之气 所以这种音乐 呈现了一种忠厚平和之态 你听完了 整个内心是平静 你有哀伤啊 有各种阳关三叠 一顾人 疏解我们的哀伤 你说我们本来就没有情绪啊 有自然的流水高山 扩大我们的心胸啊 你听一听平沙落雁 听一听秋红 感觉啊 好像这个心胸变宽广了 好像天地近在我心胸了 那么心量也会扩大 还有没有情绪时候的音乐 那么你说我不喜欢乐器 古人还留有吟诵 所以李老说了 三百篇诗经啊 都是乐词啊 有不平之气 我们诵诗就能够疏解 所以我们看诗经里面 也有怨啊 也有讽诵啊 所谓的风雅诵 也有面对这个政局 政策施政不得当的时候 得一种情感的流露啊 也是有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了 亲近大自然 也由平其情 甚至我们熏陶人文 你包括农耕 我们以前有一位同学 很喜欢追手机上的漫画 他跟我讲起来漫画 那简直是滔滔不绝啊 哪个作者画了哪一个啊 然后他更新到哪一部啊 怎么怎么样 哪一部的主人公是谁 复杂的关系 哇 我感觉如数家珍 他也很痛苦 也戒不掉啊 经常啊 一看就很长时间 后来今年呢 我们有一段时间 在山里面住 我们也种一点地 种一点花草 他说老师啊 我一住进来几天 我就感觉不想碰手机 我说我也是这样的感觉 本来可能啊 还想看一下手机 突然就不想看 为什么 山里没有别人呢 只有我们呢 天地自然的磁场 都充满着正能量 没有不好的磁场 所以我们住在里面 自然就不想碰 他种了一段时间的地 每天农耕 老做一段时间拔拔草 他还有了感悟 他说老师 你看这个草啊 很小的时候拔很容易 等下过一场雨 它马上就生根了 拔起来是很难拔下来的 我们要费很多的时间 说我突然有点感悟 我们改过也要想拔草 你一旦被这个雨意滋润了 我们的这个习气就扎下根了 你就不好拔了 我说太好了 你原来还有感悟力恢复 他自己就不想碰手机了 所以自然 还有我们像现在有一些手工啊 绘画呀 甚至做陶艺呀 等等这些传统的手工艺 这些人文的 百工的技能的训练 也能帮助孩子抒发 总是顺着他的兴趣爱好 我们来去运用 第三个呢 他已经身体受伤了呢 我们也可以有遇到好的中医师 寻求医生的协助 所以中医都讲了 真条神啊 要条身 这个真条神快 你可以寻求医生的帮助 通过身来影响我们的心 第四个呢 我们家人至亲 对我们的爱的关怀和鼓励 能够给我们呢 建立一种依靠感 所以我就经常 在讲到Break这个案例的时候 我们有注意一个细节 他已经戒掉了 后来有一次全家去度假了 他在家里觉得生活无聊 又开始玩了 我就不禁看到这里 我就想 为什么父母不带他一起度个假 为什么不让他感觉 家人时刻都在爱着他 你如果让他一直被爱包裹着 他是不是就容易戒除掉 他觉得说 纵使我的生活不如意 我的工作不顺心 但至少还有父母在爱着我 至少还有妻子在关心我 所以我上个周啊 因为最近这个巴黎开奥运会 这也成了现在新闻的热点 我就看到一则 视频呢 我觉得也很受感动 参加巴黎奥运会 有一位聋哑人 讲不出话来 他是参加这个兵华 他是一个兵华选手 然后他就跟记者讲 他说他以前呢 就沉浸在看这种 黄色的影片中不能自拔 他说他就一直沉迷到里面 以至于耽误他的训练 他十岁就展现了兵华的天赋 所以他因为他整天看呢 天天看呢 就整个人就没精打采 也不愿意训练 人也没有精神 他说他后来一直 这个恶习持续到 他遇到他的太太 结果他太太就发现了 先生有这个坏毛病 我们说这个 我看了这个太太 我对他肃然起敬 这个太太没有马上批评先生 他做了一个 让我很佩服的举动 他就跟记者说 他说我陪着先生看 我去了解是什么吸引了他 这个太太看了一下 就知道什么吸引了他先生 然后这个太太就引导先生说 这样的内容怎么怎么不好 说你喜欢的那些内容 我一个人无法完全满足 所以怎么办 先生就跟先生谈了 先生也痛哭流涕 所以太太就陪着先生 去做心理治疗 鼓励先生去借助 所以后来先生说 我因为不想失去我的太太 这就是他戒掉看这些的最大的动力 他说他中间也反复 也很痛苦 他说我每次要放弃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的太太 我如果放弃我会失去她 所以他就又鼓起勇气 他说我最后终于戒除了 记者就问他 那你戒掉看这些以后 你有什么收获 他说 他说我感觉我的心态更平和 我跟家人的互动更亲密 我能感受到家人的爱 我能感受到同事队友的那种关怀和信任 我觉得我很幸福 他在讲的时候 我看他的表情 都是发自内心的这种灿烂的笑容 所以一个好的太太 一个家人的陪伴 往往是我们突破一些人生困境最大的力量 你可能是来源于我们的父母 可能来源于我们的先生 我们的太太 可能这个力量 还有可能是我们的儿女 所以今天我也看到 有一个小朋友 来见我们成长法师 小朋友没问到一个问题 他说 他想问的一个问题 他妈妈告诉我 说怎么帮助爸爸戒掉酒 我在想说 如果爸爸真能感受到来自于儿子的这种关心 来自于亲生骨肉的这种不忍 那爸爸戒酒就源泳了动力 我为了我的儿子 我一定不会再沾一滴 我不能让儿子失望 所以以前我跟一位年轻同学一起共学一段时间 他说他的父亲每天晚上都会刷这个小说 他说一看 看到一两点 他以前也劝过 妈妈也是斥责式的 说你这么大的人了 怎么还看这些 你太让我失望 结果越说 爸爸躲起来看了 躲到自己的屋里偷偷地看 所以我也有跟这个同学说 我说我们一定先不要是指责的 你指责爸爸只能躲起来 他要面子嘛 我说你做孩子的只能感化对父母 然后我们这个同学有一段时间参加传统化学习 他也是善根很厚 他说他有一天跟爸爸在一起休息 结果他半夜起来起夜12点多 看见爸爸偷偷在那 又看这些漫画 他说他那一刻 他就生起了很心疼爸爸的一份心 然后他一有那颗心 他感觉好像祖先加持 佛菩萨加持 他一下子有了灵感 他说他上完卫生间 他父亲也怕被他看见还躲起来 他说他就去握摟着他爸爸的肩膀 然后就跟爸爸说 爸看这个伤眼睛 你这样这么晚了又不开灯 我会很心疼 然后他爸爸就很不好意思 好好好 我赶紧关起来 因为儿子没指责他 他接着又跟爸爸说 他说他讲的时候其实有眼泪在眼眶中 他说爸你看这些可伤身了 我们老是讲了晚上熬夜的危害 看这些对身体的伤害 他说我可不想 我走着走着发现 父亲没在我前面领着我 他说他讲的时候 眼泪就要流出来 他说他爸爸听完了眼睛就湿润 他说从那以后 一直到他离开家 父亲再也没有碰过那些小树 我们这个来自于儿子的爱 给了他父亲最大的 借出这些的动力 所以我也很赞叹我们这位同学 我说你做的这个比我优秀 我也没有做到 所以这是我们家人的关爱 当然了 如果家人都不能理解 我们有机会遇到一个好的老师 来自于老师的爱 也是可以成为一个动力的 第五个团队倒旗帜 有的人呢 家人还没有学习传统文化 不能理解 他到了传统文化团队 遇到好的老师 好的同学 好的同餐道友 大家关怀 不指责他 不要求他 他的心也能打开 去年我们也遇到这样一位学长 他经历了家庭的变故 婚姻的变故 父母对他也有很多要求 他的内心是很痛苦 而他来学习传统文化 本来以为好像要忏悔业障 又被人批一吞 结果大家对他都很包容 都是鼓励他 安抚他 都没有指责 他学了一段时间 他就感觉心打开了 他在分享的时候 每一次都不一样 然后就很动容 慢慢慢慢 他说他的心就感觉在这里 就打开了 最后 宗教能够归其幸 有一些力量 宗教有着很强大的力量 所以我们也看过一则故事 苏东坡先生当年被贬到黄州 也很郁闷 也是有一点抑郁症的样貌 苏东坡先生怎么走出来呢 他为什么叫东坡居士 就是那段时间 他农耕的那小片地 在东面的山坡 所以他号叫东坡 也是那段时间 苏东坡先生开始学习佛法的教诲 开始打坐 深入经典 慢慢慢慢把一些情绪化解 他也有去亲近大自然 经常在江边欣赏着美景 也有跟家人团聚 都有这些帮助的力量 所以他慢慢也走出来 所以我们看最后一页 那我们情绪的疏导 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 如果各位老师 教育界的前辈有更高的 您有更好的方法 也欢迎您补充进来 我们在持续的丰富 那么最后呢 我们说了培养 养生 其实关键是培养我们 一个好习惯 所以我们看这段话是孙真仁 孙四秒先生活了142岁 他真的是养生的高手 孙真仁说了 养生啊 我们调养我们的身体 最重要的就是把好习惯养成 我们的好习惯养成 自然百病不生 所以我们最近呢 这里办活动 我们请来一位拍摄的同仁 那么他就跟我说 分享他的父亲 他说他父亲呢 吃东西啊 因为我讲中医养生啊 他说王老师 你讲这些我父亲都做到了 是我父亲呢 睡觉的时间啊 是永远定时的 起床时间也是固定 吃东西的量也是固定 吃完了饭 一定去散步 父亲的话还很少 也不会吃寒凉的 也不会贪醉 不管多好吃 他永远吃那么多 再难吃的 他也是吃那么多 睡觉也都是很早就休息 很早起床 吃完饭也必定去散步 而且从来不去 为家里的那些琐碎的事情啊 去上火操心 他说没见过 父亲都是若无其事 好好好 他就是笑笑 所以我就问他 那你父亲怎么样 他说我父亲身体可好 他说我很感谢父亲 我做拍摄 其实工作蛮累的 我们一起去拍摄 其他人身体都受不了 去西藏 他跟我分享 他们去西藏牌 去云南牌 那个高原反应 他说其他人受不了 他说我没事 我都没有因为身体脱累过工作 他说我得感谢我父亲 他的父亲呢 因为这种规律的生活 好的习惯 所以身体非常好 那也把这个健康的体魄 移伤给了他 这也是莫大的财富 所以我们培养孩子 除了给他智慧的启迪 让他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看了 好习惯养成了 自然百病不生 灾祸 亦无忧作也 那再进一步提升 更高级的养生是什么 老子说 善舍生者 路行不予虎似 就是一个人充满了善 像我们读这个古书 有一个官员 去不到某个地方 好像是刘瑾吧 他去到某个地方 当地闹虎患 很多老虎 他一去了 老虎就搬家了 所以周围的县 听到他要去哪里当官 周围的县都很紧张 为什么 老虎不上他那去了 就跑旁边去了 周围的县就 没有他这样的力量 所以他的真正的 善机道 能够感动 感化 这些凶恶的动物 能够不遇到灾祸 那么 他的身体难道不健康吗 所以最后这句话 特别精彩 故愚者抱病历年 而不修义行 所以我以前行医 现在行医也经常遇到 我们也可能是这个愚者 我自己有的时候也觉得 自己也经常变成这里的愚者 我们有的时候经常病 怎么调也调不好 我们一直在打听 哪里有高手 哪里有好医生 哪里有个好大夫 哪里会针灸 哪里做爱灸 有什么方法 怎么好 可是我们却不肯改变我们的习惯 却不肯去改正我们的恶习 所以愚者抱病历年 不修一行 结果怎么样 我经常遇到 你不管这个医生有多高明 不管这个医生多想帮他 总是治一治好一好 好一好又反复 怎么治都断不了根 我以前遇到过 在我手里治了大半年都断不了根 我后来都觉得太愧对人家了 我当时还收诊费 我都想把诊经都退给他 他还不好意思要 因为他觉得 我好像也蛮认真在帮他治疗的 我是觉得治疗有效 不治又反复 觉得对不起人家 为什么 他不肯听我们的劝 改变一些习惯 他总是想用外来的方法 去掉他那些病灶 而不去在心地上下功夫 他胃里边老有胀气 我说你要把那些 别生气 把那些以前的怨气化掉 他化不动 他总是想说 通过医药给我解决解决 所以 禅科莫尺中无悔心 我们千万不要等到浑身都是病 也不肯去忏悔自己 都觉得我没错 所以我们看那个重病缠身的人 很多人都是这样 他固然重病缠身很可怜 我以前遇到过这样一个病人 我们去看他 他整个后背都烂了 那个苍蝇都围着他转 真的很可怜 都能见到骨头 那你上一秒觉得他可怜 那些义工去扶贫呢 下一秒 你跟他一熟了 他跟你要钱 然后就开始跟你讲 谁是谁的坏话 谁是谁的坏话 所以所有接触久的义工 知道他这种德行都远离他 然后先去的又觉得他可怜 所以他就老换义工 我们也一方面可怜 一方面也觉得他也很可悲 所以残科默尺 也没有个悔心 所以《道德丛书》里也有一个故事 你说我们真的身体弱了 能不能够靠行善的力量转变 当然能 周月窗的故事 法师也讲过多次 他有一个仆人 周月窗是名医 医书很高 有一天帮仆人把脉 一摸死脉 死脉不治 那没救了 给了他一大笔钱 你赶紧回家去吧 结果这个仆人走到扬州 看到一件事情 什么事呢 有一个人呢 要把他太太卖了 来还借这个官府的钱 他哭得很惨 这个仆人就过去问他 这个人就说了 说我跟我太太感情很好 我把我太太卖了 我就准备投何自尽 这个仆人就觉得很可怜 就把自己这些钱全给他了 说你赶紧把你太太赎回来 你也不要投何自尽 你们夫妇赶紧回去生活过日子 他就做了这么一件好事 就空着手回家了 回家待了一段时间 应该血没啥事 身体也很好 实在无事可做 就又回去找这个周月床大夫 这个周医生一看到这个人 我们想象一下 他可能觉得这个人必死无疑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 他又回来了 吓一跳 你到底是人是鬼啊 怎么你又回来了呢 就赶紧给他摸脉 一摸脉 平和有受 脉向五脏平和 我们摸到和脉 你真的感觉是什么 一团这个能量 很多孕妇的脉 他这个孩子健康 你摸到孕妇的脉 就蕴含着一种生命的能量 让你医者能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生机 这种人都长寿 就平和有受 我摸过这样的脉 我摸过一个103岁的老人的脉 真的是平和有受 老人家每天睡四个小时 吃这么大一个小碗 一碗饭 我那时候年轻啊 有一点傻傻的 我就问老人家 我说他姓王 我说王老 你才睡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时间干嘛 因为老人家也不看报纸电视 老人家就笑笑 很慈祥的跟我们说 他说我就在这里打坐 我念佛 然后就把他的佛珠掏出来了 老人家很慈祥 很可爱 所以这个周晓昌就说了 说你呀 发生了啥事 怎么突然变了呢 这个仆人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了 他说你是阴德 你做这个事情 积了很厚的阴德 感动了上苍 你的五脏 当时我们在猜想 他在救人的那一刹那 他那个心是非常真切 没有 你看他不是说 我分你一点钱 甚至是我给你一点 算一算 我要留多少 没有 全部都给人家 那个心是非常真切 是圆满的不失 所以当时就感动上天 我们猜想他当下 五脏就变过来 他的生命就变了一个样子 所以能变多病 短命为长寿健康 所以这就超出医生的认知了 所以我们看老人家这幅墨宝 那老人家给我们开了个药方 所以我们找了一顿名医 最大的名医 我们净空老法师 也给我们开了个药方 我们没事要多看一看 看有没有好好服药 老人家的墨宝写的 说忍者爱人肝脏好 一个仁慈有爱心的人 肝脏就好 就我们肝脏有病 要多去在仁慈上下功夫 异者寻礼 肺脏好 一个有道义的人 做事寻着功礼 他的肺就好 所以我们看看 疫情期间 这三年疫情 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那全世界人都得了什么病 肺病 那我们现在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 说明我们在世界范围内 我们这个道义不足 我们都是逐利 轻易了 所以大家都肺不好了 就有这样的病毒了 理者千禁 心脏好 一个心脏不好的人 他多去修礼让 谦卑恭敬 慢慢心脏就好 所以《感应篇汇编》里 也有一个故事 一个人叫王斌 他小的时候 疾病疾 就是 我们说很瘦弱 很多病 一般遇到这样的孩子 古人都担心他活不大 他自己也觉得 自己感觉自己寿命应该不长 可是他很有善根 他怎么做 他也没有遇到好的姻缘 听到圣贤教会可能 但是 他一见到老人 就非常恭敬老人 为什么 也是觉得 我自己可能没办法活到老了 所以他也很羡慕人家 当然也很恭敬老人 所以过期门者 只要经过他家门口的 虽见辈 必起立 这个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 这个在 其他地区我不了解 在中国国内 有很多农村 还有这样的习惯 叫论辈分 可能这个小朋友六岁 他的辈分比村里的老人 辈分大 所以老人按理 应该喊这个小朋友 一声 叔叔 大爷 虽然这个老人家 已经七八十了 但是辈分是这样论的 这个王斌呢 应该是这样的情况 虽然辈分比他低的老人 虽然身份不一定很高的老人 他见到了 只要是长辈 一定站起来 恭恭敬敬 行必让路 遇到人就很谦让 我们就想到 法师分享 法师父亲开车的案例 是吧 我的印象很深 因为我开车的时候 我虽然不开车 有的时候看到太太驾车 我在副驾上 也有轻度的怒怒症 我就很想快一点 快一点 前面的车你赶紧一点 就能想起法师讲的 法师父亲的案例 老人家开车 都是不要急 慢慢来 遇到人家都是礼让 行必让路 我们今天也是可以这样做 我们在驾车的时候 也可以去礼让别人 不去跟人家去争 不去跟人家发生这种冲突 所以他就是这样做了 守住了千镜 怎么样呢 他病了 慢慢就好了 为什么 心者君主之官 神明出焰 黄帝内经讲 你心脏一好了 五脏慢慢就滋养起来 哪有说我心脏好 我肝心肥肺肺肾 就都坏掉的道理 不会的 所以力气也逐渐逐渐的壮 我们说体质也上来 最后瘦至93岁 高瘦 所以千镜能够养心 智者不惑 我们有智慧 不被纷繁的事物迷惑 肾脏好 那反过来呢 我们让这个手机迷惑的颠倒了 不能自拔了 你说我们的肾脏受不受伤啊 一定难免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年轻人呢 我们办一个班 四五十个同学 有五六个人 四五个人脊柱有重大问题 各种侧弯呢 各种问题 很多年轻人呢 20多岁的年轻人 跟我咨询脱发 咨询失眠 哎呀 我们看了以后真的很感慨 一摸脉 肾脐都很弱 你说他读书 哪里能体会很深的道理 他读一读都累了 精神都不济 所以我们现在全民呢 都被这个信息干扰 我们全民都有可能肾脏受损了 信者不欺 我们不去欺骗别人 我们用真实心 真诚心 待人脾胃好 所以我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困惑 我以真心待人呢 人家以真心待我 我固然欢喜 我有的时候就觉得 我真诚对人了 而且别人不真诚对我 我心里就不高兴了 结果前两天呢 看到刘索云老师讲了一段话 刘老师问了一个问题 有人问 刘老师 我以真心待人 别人不是真心待我 怎么办 刘老师就说了 说我建议你 你继续真诚 为什么 你要告诉自己 你的真诚心还不足够感动他 你再去真诚 真诚到极致了 你能够感化他 感动他 他不真诚 见到你也变真诚 所以我看了以后 也对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所以我们真正能够 不期真诚 我们的脾胃功能就能恢复 所以老人家说 善虚无德 我们会虚啊 身心健康 老人家给我们开的药方了 还用墨宝写下来的 所以啊 古人也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另外呢 戒杀放生啊 对健康的帮助太大 所以我们成德法师 经常推荐我们一部书啊 毛棚杂技 但是我看看毛棚杂技里边 好多都是劝放生的功德 我自己也经历了 家里好几位这个长辈啊 遭遇这个临终啊 有的时候有一些病痛现前 甚至有一些临终的时候 有一些家人呢 不配合 不愿意用这个佛教的方法 或者用一些能让老人少受苦的方法 想送医院 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大量的放生 积极的放生 真的很快老人那种病苦啊 那种很难医疗 通过医疗解决的痛苦 都能迅速的化解 我自己是做医生的 我对比过啊 用药用针呢 我是真药并上啊 也不及放生的力量强大 甚至十分不及其一 我们用尽的好药啊 我那时候也是遇到家里的长辈 也是用尽平生所学 也没有放生的功效大 所以我们看最后 很多的故事 你像这个同城的尹归先生 他就喜欢吃野味 喜欢杀生 结果夫妇两个人呢 三十多岁啊 就身体就很确弱 身体就不好 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 我上高中的时候 最少一个月要打一次掉水 为什么 一个月最少病倒一次 吃西药的就不计其数 整天病整天病 为什么最爱吃这个海鲜啊肉啊 天天病天天病 所以我有一个深切的体会 我遇到我们人生啊 国内最重要的考试两场 一个中考一个高考 我印象特别深 我中考的时候啊 犯这个红眼病 结膜炎 眼睛肿起来了啊 打卷的时候都 眼睛都睁不开啊 都肿肿的流着泪打卷 但是成绩还可以啊 高考的时候结果又又来了啊 我自己也是很痛苦 肿着眼睛完成了两天的高考 他考完了慢慢好 所以我就反思 我到底做了什么念啊 后来一反思 小的时候最喜欢吃鱼的眼睛 只要这个桌有鱼 我一定要吃眼睛 而且就要把它嚼得很碎 就是太爱吃了 所以父母有的时候心疼我们呢 专门为我们做 所以这也是我们自作自受 后来呢 知道了啊 开始渐渐的往素食上过渡 逐渐的不吃肉 虽然还没有开始放生 慢慢的劝人吃素了 眼睛啊 眼睛啊 再也没有害过那么痛苦的样子 这个反而的眼睛啊 还比以前感觉还好了一些 这个近视的度数下降了几十度 还下降了一些 感觉眼睛还在恢复 所以真的感触到 这个害生啊 害自己 所以这个尹贵先生啊 他遇到了一个算命高手 会看相 就问这个先生说 这个我的寿命怎么样 这个人说了 你一脸杀气啊 你这个寿命啊 不是很乐观啊 然后呢 就劝他说 你看大藏经说 人不杀生 能得长命报 所以你的寿命 取决在你 不在我啊 是你决定的 我只是把答案告诉你 这个数是你自己来定的 还送给他一部啊 戒杀的书 这个尹贵先生很有善根啊 回来以后就一脚奉行 永戒活物 再也不宰杀这个活的动物了 而且经常放生 逐渐身体就越来越健康 夫妇两个 改一扫 原来很弱的体质 都活到了八十多岁 你看 他三十多岁开始努力 都有效果 所以我们看 挪威比尔根大学的研究 说一个人二十岁吃素 他们的研究结果 至少延寿十三年 说一个人六十岁开始吃素 都能延寿个五六年 哪怕他八十岁开始素食 都能延寿三点五年 这是有数据支撑的 学术研究报告 所以这个素食 乃至于更积极的放生 对我们健康长寿 有着莫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遇到 教的孩子 学生 身体不好了 怎么求医 没办法了 我们除了把老和尚的药方给他 我们可以欠他戒杀放生 劝他改掉自己不好的习惯 修心形 那有可能 他都不需要医药的帮助 身体都慢慢缓过来 当然人如果真的心形改变 老天会给你派好医生 你会无意中遇到好医生 你说我真的很惨 我这个以前有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 我这样养生课 有人说老师 我们当地一个好医生都没有 我们那个小县城很偏 怎么办 我说我就跟他讲 影城回忆录中的一个故事 我说谭虚老和尚 当年病得很 地贤老和尚病得很重 地贤老和尚是宁波人 爱吃宁波的一种 好像叫臭菜 那个菜容易引发痰 就容易生痰 好像我们听说这个 有的地区爱嚼槟榔 他也是这样的饮食观 都会带来健康的伤害 过去宁波地区爱吃这种臭菜 就容易引发痰 那么 谭虚老和尚没出家之前 是个好的中医师 他看地老啊 病得那么严重啊 人都要快生命都垂危了 他说按照医书来说 应该给他用去痰的药 但是那个去痰的药物叫食早汤啊 里边的药物啊 有剧毒 干随啊 这种药有剧毒 一过量 老人家 地贤老和尚年龄又大 怕 把他命就要了 那个药一吃去 你会疯狂的吐他 你用多了 这个人就 吐着吐着 他正气就没了 你本来想帮他治病啊 就把他命害了 所以谭虚老和尚也不敢用 就在这个危急时刻 结果地贤老和尚的老乡来找他 为什么呢 这个官府追查他 因为他啊 胡乱给人家在外面非法行医 害死了很多人命 人家报官了 官府捉拿这个人 这个人被逼无奈躲到这个地老的思念中 求地老庇护 说你看在我们同乡的份上救救我 不要被官府抓去 这个呢 他这个人呢 根本没学过医术 就知道用这个 这个一味不知名的草 要给人家吃 有的治好了 有的就治死 所以人家就报官抓他 怎么他躲在地老的庙里边 看到地老病得很重啊 哎呀 地老又收留了他 他说哎呀 这个地老啊 你这个老人家 这个救我一命啊 我怎么报答你 我会行医啊 又拿出他那个害人无数的药粉了 就给地老吃了 结果地老吃完了 上土下泻啊 哎呀 这一晚上啊 这个才能不行 地老的弟子就准备把这个人抓起来 送官府 说你要杀了我们师父 我们不能算完了 你这是这个遗愿报德 我们一定不能饶过你 这个这个 他这个同乡也很紧张啊 也吓得不行 结果这个地老吃吃吃吃吃 吐吐吐吐 哎 最后好了 到了天亮的时候 弹越吐越少 人就缓过来 病也没了 这个弹学老和尚就去问这个人 你给我说实话 你到底给了老人家撤什么 你告诉我实话 我饶你 你要不然 我不能算你 虽然老和尚没事 我也要帮你扭送官府 这个人被这么一下呀 他也害怕呀 他也不是真心想害地老 他就说了 我这个要面就是干水 有巨毒 我也不会啥医术 我就知道给人用 反正蒙上了 你就好了 蒙不上了 吃多了 你就死了 剂量了 也没有个准 就是按心情抓的 你看 这个人呢 你有那样的福报 有那样的德行 你真的无意中 遇到一个庸医 都有可能无意中救了你 这个故事真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原文 也很值得我们玩味的体会 那么我们这个专题呢 基于感应的道理 感应通过我们身心的健康 就能够观察到感应之迅速 真的是如影随形 你看地前老和尚 我们都知道一代高僧 一生为佛法付出 他有这样的善 他遇到病苦的时候 都有感应 来了个庸医 都能救他一命 你说这个事情多么的巧合 也不是巧合 所以感应的道理 其实在我们的身心上 都可以观察出来 我们真正例行感应篇 我们现在也在学习 我们的身体 也都能慢慢慢慢的好转起来 好 那么自己猜疏学浅 也有很多披露 不当之处 如果有错误 不当之处 也请法师 和诸位教育界的前辈 多多批评指正 那么王川的报告就到此 谢谢大家 谢谢王老师 谢谢王老师 这个文道有先后 树叶有专攻 我是要好好学习 我们常常提到 这个健康是一 这个我们所拥有的 其他的部分 都是零 所以假如没有前面这个一 这个后面再多的零 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 这个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是我们家业事业的本钱 我们佛门也说 借假修真 借这个身体 能够真正好好修行 恢复我们的真心 那从王大夫这个课程 我们也可以深刻体会 这个心理 对身体的影响 是非常大 不知道 不知道 我们在听的过程 当然他也都引了 老和尚的教诲 我们也是随老和尚这些墨宝 来自我检查 比方这个 忍者爱人 肝脏好 假如我们肝脏比较差 可能就找到原因 因为我们现在要解决问题 不找到原因 要解决问题 不容易了 这个佛门 修行 老和尚常说的 面对境界 要清楚 这个就是绝了 最近也是 遇到一些比较年轻的 这个同修 也有反应的说 哎呀 这个佛法呢 要用到 现在生活啊 工作啊 挺难的 那真的有跟他交流到了 哎 佛是什么意思 佛是绝的意思啊 那比方说你身体健康 问题出在哪 都不知道 就不绝了 哦 那就解决不了问题了 哦 包含 讲的每一句话 哦 哎 假如是 不绝 是迷糊的 你可能得罪人 伤人 造口业了 那造口业了 那一定会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 哦 那一句话 哦 这个让人家难过好几天 哦 那这个铁钉 哦 跟人 不相应了 可能 伤到自己肝了 哦 今天我也 遇到一个朋友啊 他就 提到 他很多年了 都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的 啊 是见人家的过 哦 那 见过啊 会起称慧 这个会 伤到自己的肝脏 那 啊 啊 当下呢 就想到啊 老上 曾经 讲经的时候 有指导 这个 其实我们呢 肯吃法药啊 是药道病除 不会再因同样的状况 生气 这个这个动 动心生气 啊 那老上 讲经的时候 就提到了 啊 这个 你从今天开始 哎 看到任何人的错 啊 啊 你就告诉自己 是我做的还不够好 哦 不能感动对方 那这个晨慧心呢 一下子就转成 一种动力了 哦 所以烦恼 及菩提 啊 哎 这一念 转了 本来是伤身的 哦 一下子 哦 变成 修行的动力 哦 修行好了 一切境界都动不了我们 那当然 身体一定好了 那一动情绪啊 这个对身体 都有损害 不只对身体有损害 把我们的功德都烧掉了 哦 我烧功德里 哦 哦 好像刚刚王大夫 也提到 哦 信者不欺 疲胃好 哎 那我都对人家诚信啊 但是别人 别人对我不诚信啊 我还是很难过 哦 那他也提到这个刘树云老师 啊 回答 那同修的话 那可能我们做得还不够 诚信 去感动对方 哦 哦 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哦 但恐成心未至啊 哦 我们都回到 还是自己 哦 要 也要提升的部分 哦 我们就不容易啊 去指责他人了 哦 那 这个 益者 寻礼 哦 肺胀好 哦 刚刚举的例子啊 我们印象深刻 这个 新冠 那是肺病了 那 这个病呢 席卷全球 甚至好像现在还有 复发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 老祖宗啊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 就是这个 白鹿洞书院 这个 博学审问 圣诗明辩 笃行 这个 前面四个步骤是解 后面笃行是行 解行相应 哦 那行当中呢 有立身 处事 接物 立 立身 我们这个修身的功夫啊 要怎么立起来 这个都离不开 不贪 不称 不吃 这成分就不称 自愈 不贪 千善改过 不于吃 我们一开始 王大夫讲到 老和尚的 教导 贪 称 吃慢 疑啊 这个是病因 怨恨 恼 恼 怨 凡 这是病的 缘 因缘 具足啊 会呈现 这个 果相 出来 那立身 再来 处事啊 印象很深 只有一句话 正其以 不谋其力 明其道 不弃其功 就是处理任何的事的动机啊 都是道义 不是功力 而我们观察 我们自己啊 包含我们的孩子 受到整个风气 就是功力主义 享乐主义 比较严重 那全球 都功力了 老和尚 讲经也说 现在 没有 这个连父子关系啊 都是厉害了 那其他的关系 就更不用讲了 所以就变得 你看 大家缺医之后啊 你看这个 新冠 肺脏的病啊 这影响 面那么大 那可能我们都期望 赶快过去 赶快过去 可是我们假如 依然不易的话 那这个病 还是退不掉了 这必须 从根源解决问题 才行 离者千静 心脏好 智者不惑 肺脏好 信者不欺 脾胃好 这个 跟这个五常相应 身体好 一切法 从心想身 我们的身体啊 也是从心想身 我们的心念都跟这个 五常相应 身体会越来越好 那刚刚也讲到放身 这个大制度论说 诸功得忠 放身第一 也举到 身重病的人 一放身呢 他病减轻了 临终的人一放身呢 障碍 去得很明显 所以这个都是 因果不爽 无微不失 得健康长寿 所以这个 太上感应篇 慈心于物 昆虫草木 油不可伤 刚刚这个 周月春 医生的仆人 你看那种 同情怜悯的心 很强烈 你看他五脏都变了 所以我们听了 这些故事啊 我们应该有信心 这个健康掌握在 我们的手上 包含我们 互念亲戚朋友 可能身体有问题啊 相信 王大夫 讲的这些 理跟事例啊 会给我们 很具体啊 怎么改善的 方法 那这个 最近 最近跟大众在交流 说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 身体也好 心理疾病也好 都需要多管齐下 这个身心灵 多管齐下 才能解决 我们现在 真的 接触这些 一二十岁的 孩子的身体状况啊 真的比我们 这一代 就差一代啊 差太多了 那身体 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啊 毒太多了 看起来都好高啊 可是呢 内脏的功能都不好 大家知不知道 为什么都很高啊 因为现在 食物当中的荷尔蒙啊 太多了 都被吹大了 哇 你看现在 一只鸡养多久啊 差不多二十八天了 就宰了 那你 基本上都是吹大的 那都吃到人的身上去了 哎 真的感觉都很高啊 可是身体都不好 而 这个五骨为养啊 所以从身体的方面呢 首先是 主食啊 很重要啊 先把这个掌握住啊 当然大家尽量啊 不要吃白米啊 这个白米只有碳水化物啊 还是要吃全饮食 我是呢 差点就去做有机农业啊 这是刚好佛 因缘安排啊 让我去代课两个月啊 不然我的工作都谈好了 但是呢 以前有这个愿啊 这个都已经是 二十五六年前的愿了 那最近遇到 不少啊 很有使命感啊 在食物方面 尤其是这个 主食啊 稻米 这方面 几乎是请其所有 不管是财富啊 还是身体啊 我看都 做得相当辛苦 那就都是为了 人民健康啊 甚至是挽救 下一代的健康 还有挽救 大地母亲们 你把把这些好的土 保留起来啊 那以后没有地方种啊 那那这个问题的太严重了 而且很难得啊 政府重视 花了很多钱呢 保护这些土地 那有民间这样 发行人 去种 有机的 这些 主食 那这个 我以前在台湾呢 是吃糙米 但是糙米呢 口感 可能一般的人 觉得比较粗 现在我们遇到这个 这个童修啊 他们做胚芽米 胚芽米 口感挺好的 也得 教人以善物过高 你一下 他吃的太猪猪 不愿意吃 那营养差别的 不是太大 是胚芽米 那你食物 其实啊 吃菜是配着吃的 现在有一些观念 菜吃一堆 不吃米 不是饭 这个不妥当了 你只要食物 最主要的主食 能控制住了 可能你健康啊 就掌握 很大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我们 这个也 从身体方面 药补不如食补 这个吃好的主食啊 还是很重要 那些 现在这些 还是心理的部分 影响也很大 那这个都跟 家庭有关 所以我们当父母 长辈啊 都要为 孩子 下一代着想 家庭气氛 要和和 家和 万事性 包含 灵的部分呢 带的业力 也比较重 这个王大夫 刚刚说了 自己喜欢吃鱼眼睛啊 哎呦 那 所以一遇到考试了 这夜报线前 头都发昏了 那这个灵的部分呢 那就要靠 这个 修行 极功力的 来化解 尤其是放生了 这个化解的力量 就很大了 这一段时间呢 陈德 特别相信一句话 有佛法 就有办法 有传统文化 就有办法 那希望我们 这位教育界的 同道们 我们呢 这个 先有这个信心 我们就会传递 把这个信心 传递给孩子们 对我们老祖宗的文化 都有这个信心 那当然 这个仁义理智性啊 没有离开 我们现在家庭 我们的工作职场 我们跟 这个 同事之间 比方对下属 君人 仁慈 那我们的身体啊 就在 对待下属当中 越来越好了 成忠 忠也是 恭敬 对上也要恭敬 义 我们对团体啊 实时都是大举为重 不在团体 不在团体里面 搞分裂 搞是非 这个也是义 那 这个 同事之间 互相礼敬 互相礼敬 互相赞叹 这是礼 那智 我们在教学 现况 不感情用事 不意气用事 这个是智 那晋 跟同事 上下级关系 所信 包含呢 答应学生的事情 我们也所信用 这个 这五常啊 就完全 就是我们的生活工作 主事待人接物 这个最近啊 王大夫帮我看病了 说我这个脾胃 最近比较不好 我在想 最近是不是开了 哪些支票啊 没有给人家兑现呢 现在夜报现前 所以 这个诸位忍者 假如我要给你们开支票 没有兑现啊 大家可以提醒我一下 我好从根上解决问题 好 那今天 感谢王大夫 的教导 也感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 阿弥陀佛 大众请合掌 礼谢法师 慈悲授课 行礼法师 三拜 不为礼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感恩法师 恭送法师 免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家记得刚刚 王大夫说的 有一个同事的父亲 身体特别好 这个都是早睡早起 饭后都散散步 然后不繁星 这些事例啊 我们有缘听到 都是我们的福报 马上拿来 效法 我们就得利益了 好 大家夜眸迷陀 再见 感谢